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 神通第一 穆建联尊者 佛陀有十大弟子 今天跟你们讲 穆建联他是神通第一 他的修行当年在两千百年 开天眼能看到了你的前世和来世 他又是天而通 天而通是什么 他能听见 他想听谁啊 他能听见 还有知他心 什么样的他心通 他有知过去和知未来的生长 穆建联出家前 他跟舍利伯是同学 但是他们同学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奉法还没到人间 是佛罗门教 印度的尤拉 古老的宗教叫佛罗门教 当年没有佛教的时候 佛罗门还没到人间来弘扬 佛法的时候 哪有佛教的 他是印实而生的 穆建联与佛罗门教 以舍利伯两个人都学佛罗门教 两个人非常要好 后来遇到马圣与秋 一同归一佛陀 他们也一起归一佛陀 穆建联与佛罗门教 穆建联出家之后呢 刻苦修行 他就会修得非常地神通本力 他曾以神通的力量 试过了莲花色尼的诱惑 莲花色尼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来诱惑那些出家的僧人 所以出家的僧人绝对要聚女色 所以穆建联的功能 得到佛陀的勇气 在佛陀的十大地址当中 他称为神通第一 穆建联的一生啊 就是辅助佛陀 弘法度身 他是佛陀一生当中 弘法的重要度身 与舍利伯 他们是佛陀弟子当中的 叫双贤 贤是什么 圣贤的贤 听得懂吗 当年记载了 佛陀曾经说过 此二人当于我弟子中 最伟上手 智慧无量 神族第一 就是讲的这两位弟子 神族大家知道吗 就像你们思维一样 我现在想见谁 脑子里想 来了吧 脑子里这个人来了吧 你现在在澳大利亚 你想在中国的妈妈 你想到妈妈样子 在脑子里了吧 像你走过去啊 你要坐飞机的话 你要七八个小时吧 你看看你脑子里想 妈妈到底脑子里呢 就在你眼前 你看这个不是叫神父 人也有功能的 一想就到 当年穆建人 他与舍利婆 一起到 穴耶山 使五百个屠众 归夫于佛 让五百个屠众 归一佛陀 穆建人还是国教里 众孝道的典范 所以我们说 学国的人要孝顺 所以中华传统文化 讲孝道 所以你们如果 对爸爸妈妈不好 打呀骂呀 对爷爷奶奶 外婆外婆不好 打呀骂呀 我们这个人不是个好人 你说我们学国又有了 今天自己的家里的长辈 都不尊敬 你算什么好人 国经上讲 穆连救母 就是穆建人 曾经以神通的力量 他得知啊 他的生母啊 就是他自己生他的母亲啊 因生前造大恶业 堕落了地狱 受恒打的苦难 在下面 他就求助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 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 一百位饮食 置于蓝盆中 于蓝盆会 可以这么来 然后购养出家深重 不见连就依此而作 终于使其母得救 把妈妈从地狱里救出来 所以后来 庙里呢 就以此方法 为亡灵超度 所以这个时候 就在庙里就叫 虞兰盆会 这一个节日 在七月十五 就是盛行不衰 穆建联也因此 实名古今 当时就知道 凡是说 于蓝盆会 就是在赞扬 穆建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